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很多人都听说过自视 其实就像我们产出的垃圾需要回收利用一样 我们的身体也经常在回收利用老旧的细胞 这个过程就被叫做自视 不少人都听说过长短时 尤其是48小时以上的长短时能够开启自视 但是48小时以上的长短时又有可能会伤害新陈代谢 存在很多风险 我们之前的视频也有提到过 有没有一些方法不用长短时也能够开启或者加速自视呢 有的,今天我们就来聊7个不需要长短时也能够加速自视的方法 大家好,我是沙拉 我是低碳生酮饮食和间歇性断食的实践者 也是国际认证的营养师 在探索健康知识的路上会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喜欢记得订阅 记得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也记得到视频的最后找到我的联系方式哦 自视是身体特别智能的一种资源回收再利用 比如说一些老旧的蛋白质,酶,线粒体 甚至是包裹着脑神经的一些蛋白类的斑块 都能被身体得到回收和利用 其实开启自视是一个伪命题 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时时刻刻都在自视的 但是对于很多一直不停在吃东西的人来说 他们自视的速度非常缓慢 想想也知道当我们不停不停不停在去所谓的买新的东西的时候 那些资源当然就会被堆积在那成为身体的健康隐患 所以其实自视是有很多好处的 尤其是速度比较快的自视 减少炎症,延长寿命,提高新陈代谢,保护大脑 修复心脑血管健康,修复DNA 甚至有一个至关重要的 就是预防癌症 实际上已经有不少人 他们要去长断食 就是为了尽量的去开启自视 去预防 甚至是帮助治疗癌症 但是对于不少有胰岛素抵抗 有节食减肥精力的人 我们的新陈代谢已经速度很慢了 那如果非要用长断食去促进代谢 很难说最终得到的这个效果是 好的更多还是坏的更多 那么第一个我要讲的不用长断食的办法 就是对身体进行冷热刺激 我们之前讲到过冷水澡和热水澡 对于身体分别有什么样的影响 其实对于身体来说呢 它都是属于一种平时不太会预见的强刺激 这种刺激也就是有点极端的情况 那身体会需要额外的能量来保护自己 那不管是冷还是热 其实都对身体开启自食是有帮助的 因为这些额外的能量 很多是会从这些需要被回收利用的废弃物当中获得的 那尤其是特别推荐冷水澡 我们之前也有做过视频专门讲到冷水澡 冷水澡有一个巨大的好处 就是它能够把白色脂肪转化成棕色脂肪 白色脂肪就是我们平时肚肚上摸到的那种肥肉 没有什么用的除了储存热量以外 但棕色脂肪很神奇 它里面是能够燃烧能量的 它是有线立体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棕色脂肪更多 其实你会变成一个燃烧能量更快的一个机器 也就是更容易养成益寿体质 所以如果想要促进自食 要慢慢的适应冷水澡 哪怕一次洗澡只有大概10秒的时间冲冷水 在不感冒的情况下 其实也对身体有很好的作用 除了冷水澡以外 第二个促进自食的方法就是 多多增加深度睡眠 其实深度睡眠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 我们晚上要睡8、9个小时 甚至像我经常睡10个小时、11个小时 你可能觉得深度睡眠怎么也得3、4个小时 其实你只要能够做到60到90分钟的深度睡眠 就足够了 但是很多人连这个时间都达不到 你可能花了5、6个小时、6、7个小时 一晚上都在睡觉 但是并没有多少是处于深度睡眠当中的 深度睡眠能够促进自食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身体这台机器 终于有那么一点点时间 不用去处理其他的事了 我可以专心的去做一些回收废弃物的 这样的一些工作了 那为了促进深度睡眠 我虽然睡眠质量还不错啊 但是我一直都在吃SIW的安睡胶囊 里面有天然的褪黑素 有南非醉企业能够帮助你减少焦虑和压力 还有就是黑胡椒提取物 能够改善整个自主神经系统 对于我来讲 提升深度睡眠真的非常有帮助 也是长期服用安睡胶囊之后 我的睡眠可以很容易的达到9到11个小时 第三个大家喜闻乐见的提升自食的方法 就是多多去吃一些Omega-3 Omega-3的好处大家都听过很多了 也有不少人在孜孜不倦的吃着鱼油 或者是林虾油 海豹油 雪鱼干油 我就是要多多的去补充Omega-3 可能很多人都听说 这是因为我们要Omega-3和Omega-6的平衡来减少炎症 但是其实Omega-3本身还能够促进自食 是不是感觉这个鱼油买得更值了 其实大家也未见得一定要去吃营养补剂 很多动物类 尤其是海鲜制品当中都有大量的Omega-3 比如说三文鱼 吞拿鱼 沙丁鱼 鱿鱼 生蚝 扇贝等等等等 那有人说我能不能去吃一些亚麻子 奇亚子去获得这个植物来源的Omega-3呢 可以 但是植物来源的Omega-3在人体这个转化的过程啊 是比较难的 能够转化 但是转化率很低 一般只有不到9% 也就是说你可能要吃很多很多亚麻子 才能够达到你需要的Omega-3的这个数量 那么第四个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在做的 就是减少炭水 我们的饮食要低炭 甚至要更严格的生酮饮食 为什么减少炭水能够促进自食 其实这是跟胰岛素脱不开关系的 整个低炭生酮饮食 一个最大的点 就是我们要减少胰岛素的分泌 胰岛素是储存的激素 是负责合成代谢的激素 你可以理解成 只要有胰岛素存在 我们的身体就是买买买 然后不断的开始进货 开始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堆在这 那当然身体也就不需要去加速自食了 因为我们根本能量多的用不完 没有必要去回收利用 但是如果你减少或不吃炭水 其实你的胰岛素水平就会自然下降 胰岛素的反面叫做胰岛血糖素 它是负责分解的 它能够开始去让身体储存的那些脂肪 得到燃烧和利用 同时它也能够加速自食的过程 除了这些储存的脂肪 身体要需要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 怎么办 我去回收利用资源 这就是自食 第五个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就是运动 很多人运动就是为了减肥 但运动对减肥的效果 其实并没有多好 但是运动对身体真的非常重要 它也能够促进自食 可能很多人像我一样 运动喜欢做力量训练 我最近特别迷恋增肌 但是有氧运动 包括这种高强度间歇性的有氧运动 其实是更能够促进身体去自食的 尤其是一些比如说低强度的 走路游泳慢跑 它都能够让身体自食的效率变得更高 那给大家推荐一个 我最近最喜欢的简单的HIT 就是通过跑步机来进行 比如说你可以在跑步机上 先以很慢的速度走路5分钟作为一个热身 然后就用一个你可以适应的慢跑速度 比如说8左右 那你可以用这个速度来跑步1分钟 然后休息30秒 这个时候你可以把脚放在跑步机两边 休息30秒 再跑1分钟 再休息30秒 这样重复10次 最后再有5分钟的一个走路 放松休息 那你会非常神奇的发现 你的心率是会处于一个平稳的高位 但是绝对不会难受 我觉得如果你跟我一样 一跑步就气喘吁吁 觉得心肺功能不太好 特别适合用这种方法 去提升自己的心肺能力 同时真的是爆汗 那当然第六个 就是很多人会说 怎么第六个才说这件事呢 就是间歇性断食 很多人会说我要长断食 才能够促进自食 其实跟长断食相比 我更推荐 而且我也一直在做 已经做了三年多的时间的 就是间歇性断食 与其没事断一个48小时 但是平时胡吃海喝 还不如每天坚持断食 16个小时 18个小时 甚至是20个小时 23个小时 这对于你整体的一个 自食的效率 是有极大提升 绝对不逊色于长断食 当然这跟胰岛素 也是脱不了关系的 因为你只有让胰岛素 有机会下降 才能够真正促进自食 那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 16个小时 18个小时 胰岛素才刚刚开始 下降到一个稳定的低位 那对于我来讲 我可能会更需要20小时 甚至是23小时的这种 每天坚持的间歇性断食 我个人觉得我的胰岛素 会被控制的更好 那最后一个第七个 有人说我就是这些都做不到 但我还想自食 那也会有一些营养物质 能够略微的促进一些自食的效率 但我还是要强调你的饮食 睡眠 运动 这些才是至关重要的 那比如说在新西兰SRW实验室的 Cell系列 细胞系列的第三品叫做Cell3 细胞换心胶囊 它里面有一个核心成分叫做非色铜 其实非色铜呢 在很多水果蔬菜当中都能找到 但只是它的含量太低了 那非色铜是被实验证实 能够促进自食 能够让身体更主动的去回收 这些老旧细胞的一种营养 那除了非色铜 这个细胞换心胶囊里面 还复配了比如说绿茶当中的EGCG 它也能够帮忙打开回收利用的开关 还包括促进肺物分解的醉斜素 促进细胞新生的芹菜素 这样的一个复合配方 让身体整个自食的过程 都变得更加顺利 那它并不仅仅是去 回收利用资源这么简单 它可以帮助你去清理一些衰老的细胞 那同时呢 如果说你身体的某个地方 比如说内脏血管当中附近 存在斑块 存在一些影响身体运作的危险物质 它也能够比较有效的去帮助你 加速清除的过程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如果说你都已经花了这个钱 去买这个这么贵的保健品了 你真的还是要考虑一下 前面的六个不花钱就能做到的事 我是不是可以提升一些睡眠质量 不要熬夜 我可以去慢跑 去快走 进行一些有氧运动 当然也包括尽量的减少碳水 这对于我们去逆转胰岛素抵抗 也是有很大帮助的 好的那以上就是不用长断食 但是加速自食的七个办法 如果大家想要联系我 或者加入沙拉的生酮讨论群 可以在这里找到我的联系方式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